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一博士水风智慧讲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卧室装修布局上所要注意的水风问题 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们对卧室的质量的追求也是越来越完美 睡床是用来休息睡眠的地方 所以应该摆在以自己生命、食材相配合的范围 才能睡得舒适、安宁 睡醒之后感到身体好、精力充沛 这便是古人所追求的床面相配的原则了 首先卧室的装修应该以房子的整体风格 相匹配 同时还要结合主人的五行爱好来布局 比如说恶目的朋友 卧室的装饰以温馨淡雅的浅绿色、米色、咖啡色 最为事宜 恶火的朋友可以多用红色、玫瑰色的暖色调 对婚姻、爱情有维持稳定的帮助 使得夫妻同心、增进家庭的和谐 恶金的朋友可以多用白色、灰色以及搭配适量的金属的元素来装饰 显得清爽、每天能带来好的心情 恶水的朋友则可以用蓝色、钳子的色调来装饰了 在墙上再挂一幅海洋的图案 能够增进家人的智慧和人缘 夫妻之间行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此次卧室的灯具的布局 讲究的原则是主次分明、营养平衡 吊灯要安装、还要配合小的灯具 比如台灯、壁灯等等 数量上最好以单数为宜 尽量避免三盏灯并排 形成不好的寓意 吊灯最不适宜安装在床头的上方 形成光煞、干扰睡眠 给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 上面重点我们再来讲一下床位 床位的布置 睡床是休息、睡觉的地方 故人摆在卧室的生气位或者服位 最比适宜 生气位代表着精力旺盛 生气蓬勃 服位代表着空间、磁场、平顺、安稳 这里的床位对睡眠不好的人是最为合适的 说到床位 大家往往会把头像、面像和床像混淆不清 以至松极颠倒 那就无从躯极必松了 我们讲头像是在睡觉时头部左向的方位 头像是东 那么面像就是西 头像是西 那么面像就是东 其实面像就是脚像 因为人在仰卧的时候 面部和双脚是形成一条直线的 所以大家可不能把头像和面像混为一谈 总的来说 床上的布局应该以头像为主 头朝疾方就为疾 头朝松方就为凶 那么有学员就会问了 老师怎样来判定床位的松衣疾呢 易老师说 因为每个人的磁场 信息都不同 因此床位的摆放也是因人而异 具体可以私了一下易老师 我帮你看下家里的平面图 确定下床位的摆放是否正确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当主人在睡在某个床位上面 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睡眠的质量很高 那么这个床位可能是最好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床头不宜朝西的说法 有些人还深信不疑 床头朝西认为不利 究其原因呢 主要是民间认为 人死之后呢 驾鹤西游 西方说白了 就是死后所去的地方 所以呢 认为头朝西也不吉利 还有呢 西边呢 代表着日落 所以 向着这个雾气沉沉的方位 睡觉 代表着身体和视野呢 都会在走下坡路 可以说 这两个说法呢 都有点牵强附会 所谓见仁见智了 易老师认为啊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不适合床头朝西的 具体呢 应该结合主人的五行呢 再来分析 具体在啊 清代的老佛爷 齐喜太后 她的床头呢 就是朝西的 事实上呢 有很多的人 床头朝西睡觉 并没有什么不吉利的地方 尤其是二金面的朋友 因为呢 西边是属金 头部朝西睡 在五行上啊 还能起到 不错的 五金的效果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防止 布局 旺衰方面的知识 可以呢 关注易老师 也可以呢 好吗